大家好,有花友咨询,天竺葵在开花的时候,我们能不能给它用肥呢? 其实,大家首先要了解天竺葵的花期是特别长的,它就可以一直从冬季开到第二年的夏季, 花期基本上可以持续至少半年以上。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,如果我们没有给它及时的用肥, 那么它后期开花会越来越少,越来越弱,蜘蛛长时会越来越弱。 所以,天竺葵在开花期间是一定要给它适当的补肥才行的。 但是,这个时候应该补什么肥呢? 首先,我们要知道天竺葵这种植物,它在长花苞开花的同时,它还在长这枝叶。 大家看,现在这里正在长花苞,但是旁边还在长这些新叶。 所以,它在开花期间,它的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是正在同时进行的。 所以,我们用肥的话,不能够偏湿淡肥,也不能够偏湿凝甲肥。 最好就是给它施一些复合肥。 那么,应该怎么用肥呢? 我们的话,一般都是给它用上这种触花型的有机营养液来给它进行触花。 那么,这种肥的话,它的凝含量相对比较偏高。 那么,我们要中和它的凝含量的话,我们就要给它适当用一些含氮量比较高的肥料。 那么,这个时候的话,可以在盆土里面埋上一点芝麻饼肥。 一般的话,我都是给它在盆土周围铲松一点,沿着盆壁铲,不要靠近它的根系。 然后,给它在里面,像这样一个盆的话,大概就是埋20粒左右的芝麻饼肥就可以了。 这种芝麻饼肥的蛋含量虽然比较高,但是铃甲含量也是比其他的这个粪肥的最高一点的。 所以,比较适合在这个时候使用。 再加上呢,里面含有一些微生物,它微生物的话呢,可以尽快地分解这些盆土里面有机制,可以尽快地被蜘蛛所吸收。 然后呢,埋上这个芝麻饼肥,大概就是两个月埋一次就可以了,就不用经常给它埋,就比较方便。 然后呢,我们在每隔一个星期到十天左右,将这个触发型的有金氧液与清水按照1比500的比例稀释。 搅拌讯息之后呢,然后给它进行灌根就可以了,就是7到10天灌一次。 这样的话呢,蛋铃甲呀,都是比较充足,就比较适合在这个天竹葵花期的时候使用。 这样既可以有利于它枝翼的生长,又有利于它开花。 那么后期植树啊,越氧,越旺越氧越壮,而且开花会越来越多。 所以呢,先看来花期,我们是有必要要给它用肥的,但是用肥的时候,大家一定要选对肥,一定不要偏施蛋肥或是偏施铃甲肥。 好的,今天就分享这里,我们下期见。